新年要到了 我们的嘉宾 也一个比一个精彩 一个比一个厉害 像他人美生甜 有才华 有口才 又会泡咖啡 只可惜 太娇小玲珑了 你刚刚在说吗 没有我一直在赞美你 谢谢你的咖啡 好美哦 新年要到了 其实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觉得会是因为我家 其实原本是有七个成员 我姐姐跟我弟弟就在新加坡 然后我奇遇的姐姐 跟我自己本身就在PJ 只有在新年的时候 才是回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今天来到我们 Hochia新春特备 我们也是要让大家 多了解一下 我们的爸的空间 一位非常棒的主持人 那其实他也是这间咖啡 Underwise咖啡的老板娘 什么时候开始当老板娘了 去年 去年 对对对对 那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会很难冒险辛苦吗 时时刻刻 在冒险边缘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刚你做生意之前 的一些挑战啊 压力啊 承认啊 其实跟你真的陷入其中的时候 是两回事来的 那有没有想过要逃跑 哎呦不要做了啦 我是一个我觉得 只有我自己做过了 我才会甘心的人 所以如果你叫我 哎呀很辛苦啊 你就放手啊 还是不要做啊 这什么之类的 我就会觉得不甘心 有问题的话就想办法解决 那你当初开这个cafe的时候啊 设置那些菜式啊 有没有请教一下你的爸爸妈妈 我听说你妈妈很会煮嘛 对不对 是 她很会煮又很爱煮 而且嘴也很挑 虽然说我们没有卖很重的 kitchen food 可是我们卖一些light meals当中 我其实还蛮坚持的 就是我坚持很多的食材 都要很fresh before我们把那个 menu set好的时候 就是我大概已经设计了一些 要做的东西 然后就让他们过来cafe 然后就做好了全部serve给他们吃一次 然后听一下他们讲的评语 那他们评价如何 ok啊 ok啊 是哦 真的真的 哇 所以你有遗传到你妈妈烹煮的一些遗传因子吗 你也是很会煮吗 我自己是相信我会的 当身为老板娘的你 也好像是一位厨师那样 以最真诚的一个心态去烹饪出美食 然后交给顾客 当他们吃到又很开心的时候 然后你会觉得从那边可以得到一些正能量 真的 看到他们微笑的时候 反而也是那些压力通通也会不见 因为这个是我们霍家的新春特备 ok 那不如你煮两道 做什么 哈哈哈 不如你煮两道年菜给你的父母亲吃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所以是要把他们邀请来的意思吗 肯定啊 你想要挖料的意思吗 没有啦 然后我们等一下呢 就先去巴萨那边找最新鲜的原材 好啊 煮东西要好吃哦 第一个要点就是 新鲜食材 是啊 真的好多很新鲜的虾哦 怎样看这个虾 新不新鲜 我觉得就是首先要看它的头 就它头这里呢 不能黑黑的 就黑黑的话 感觉就是那种已经很惨了的虾 然后放了很久的 对不对 看不看 吃虾就是要看起来比较铁面一点 对 这样大家就吃得很开心啊 来 我要考虑 为什么过年我们要吃Maggie的黄金虾 阿哥 阿佑雪儿 这样简单 因为虾就是 羞哈哈嘛 愿意着全新的一年会开心 所以你知道哦 这样就OK了 因为等下你的爸妈妈吃到的时候 一定很开心 他们从小就已经羞哈哈了的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好 那这个黄金虾哦 现在它材料真的是很简单 其实我妈是一个很爱煮的人 她由小煮到大 就是以前呢 就是家里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嘛 然后呢 平时负责煮的 她就是还蛮算主厨之一的 因为可能她大概也习惯了 所以她从小到大呢 只要每逢我们吃到一些菜肴啊 或是我们讲说 欸妈我现在想要煮这道菜 她就会从头到尾 好像Recipe Book这样 从头Step 1到Step 10都跟你讲完 这样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下厨的时候 是煮什么 然后那时候这个成效如何 第一次啊我不太记得 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进厨房 所以大概应该是煮西餐类的早餐吧 那是最简单的啊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煮 那你有没有失败过 然后给妈妈笑啊 还是给她骂这样子啊 又不会欸 可能大概她吃了之后 可能你失败就煮的 妈妈煮的是A嘛 结果自己以为A做出来就会是A 结果是B 对 然后妈咪可能就会讲一些 你应该要放什么啊 这个应该要煎久一点啊 所以我觉得你妈妈真的很有爱心 确实应该是这样子啦 各位妈妈们 如果你要教你的孩子的话 你不要骂她啊 你不要讲 怎么这么蠢 怎么你不会 这样子 她会更加没有自信 因为你真的很入神欸 你是亲身经验哦 是啊又有时候啊 辛苦了辛苦了 她会骂的 以前我小时候啊 不要骂我今天不会骂你的 拿这个酸米切到有一点 不要紧 你现在没有boyfriend是吗 现在的以前 好像也是没有 怎么可怜 哦没有 怎么叫可怜 你以为我没有听到 你现在有husband吗 哦没有哦 因为她们有boyfriend 不代表没有husband的 你知道吗 洗得非常的干净 可是哦 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呢 要进行的 那是什么呢 腌制 就是腌制我们的虾 而我们必须要用 Maggie的chukurrasa 哇 这样子还没有下锅之前 就chukurrasa了 下锅还得了 我跟你讲哦 这个Maggie的chukurrasa 它是用很多那个蒜啊 洋葱啊 还有等等的香料哦 我一下我一下 就是配置而成了 所以很香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就算你加 突然间不够酸啊 洋葱啊 你依然可以靠它 煮出很好吃的美食 我觉得是救星啦 对 因为现在呢 大家很多女生 不太会 就是可能一些 你知道ingredients 有时候会少掉几样食材 那个味道就不太准了嘛 所以用了这个就 大家煮出来都一样 这样都放盐哦 现在 不用了啦 我们放了chukurrasa 就不需要再加盐了 而且呢 它可以将这个虾的 那个鲜甜的味道 提升到更加好吃的一个境界 因为我们是煮麦片虾嘛 所以呢 一定会有那个奶油的香味 所以在煎虾的时候 就要放一点奶油进去 因为一般像 如果我们只用butter的话 很容易焦掉 它差不多可能没有到一分钟 可能just a few seconds 才就会开始融到完 然后就开始焦了 就变brown color 然后你就会开始棉锅 跟什么 你炸的那个东西 就会不漂亮 对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有一个很爱妈咪煮的 那就是它用辣椒酱 然后呢 加一些调味料 就 就是把那个虾煎过了之后 再配上那个sauce 它就已经有一个很独特的味道 就是辣辣甜甜这样子的 对对对 然后如果要的话 你可以打一些蛋下去 然后它就感觉就很像 吃螃蟹的那个口味 好像辣椒螃蟹这样子 那你本身有试过 做那个口味的虾吗 有没有成功 有耶 可是呢 我觉得很难耶 因为本身在煮虾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了 我试过呢 就是煮过了 然后那个里面的肉 就变得很硬 很老 然后你妈妈就讲 不可以这样 我妈妈就会讲 哎哟哥啊 你那个虾煮过容了啦 应该要煮到什么时候 就拿上来这样 所以他有叫你不要放弃吗 叫你继续再煮吗 当然有啊 我觉得这件事从小到大呢 我们都有了一个精神 那就是呢 不管做什么 我的妈咪都不会觉得说 哎呀失败啊 就应该要不要做了 如果你那东西做得不好 那就永远都不要做 不会的 我真是觉得你的家人 都充满了正能量 当然很重要啊 因为生活不简单啊 大家的生活都各自的事业 有艰辛的部分 如果连家人的家庭 不够强的话呢 我觉得那很难撑 就是要互相鼓励啦 真的真的 全部放下去好了 因为这个麦片蝦最主要就是有那个牛油的香气 对 很重要 吃下去它又新鲜 又够鲜甜了 对啊 然后等一下又再加那个Nester麦片下去 哇 Amazing 脆口脆口这样 真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做我们那个麦片跟咖喱叶这个酱汁 OK 然后再把虾倒进去就大功告成了 其中一个秘诀就是用回一样的油跟牛油 因为它炸过那个虾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香味在里面了 对啊 精华露在里面 更上一层了 好 好 当你在煮这个Nester麦片的时候 然后炒到它有点金黄色 对 这样子它就会很香 你看现在已经嗅到香味吗 最完美的部分就是咖喱叶有点脆脆的 然后呢那个麦片又炒得香香的 对 不可以用大火 不然它就会烧焦了的 对 那现在我们要将我们的快乐虾倒下去啦 哇 这会会掉进来的 对 好 好了 可以盛盘啦 哇 而且这个也是很烤功夫的 因为呢 你要每一颗虾 每一只虾都有裹到那个麦片 它才会是最香的 我看到好像有一两只没有裹到哦 哪里有 你要把手裹裹裹到什么啊 这个原来不是很难煮罢了哦 所以如果你要下载这个食谱的话哦 你可以上到这个网站去 www.maggie.com.ny下载食谱的 那第二道我们要煮的年菜呢就叫做 福禄寿喜海鲜面 对 那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煮这一道年菜的啦 寿命当然是为了要长手咯 对啦 所以就可以表达你对父母的孝心啊 真的 因为我还很努力地在赚钱啦 所以呢 以为过好一点的生活 要给我多一点时间 其实我已经看到你哦 满脸都是那个 柴气 柴锅 我一向来都不想要相信你 一直到今天 是哦 我非常极度地相信 这个海鲜面的材料其实很简单你看 这个鱼不要太小片哦 好 不然会碎掉 对 这我妈最喜欢讲的 嗯 不要只像那个脆脆掉这样不好吃 对啊 对啊 因为鱼肉鱼片哦 如果是要拿来炒的话 它有一点的厚度吃下去嚼劲就会特别的好哦 真的 薄薄的话一炒一炒它就散掉了 我现在呢马上要来腌制一下我的海鲜 为什么要腌制呢 腌制之后那个海鲜更入味啊 虽然它在 before 下锅之前就已经有味了 对 下锅之后呼不得了 有很多时候我觉得 那个味道跑完出来 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 就以为说啊 海鲜本身都是有味道了吧 对不对 那你就不用腌制 可是呢如果你稍微再腌制一点点的话 它会更入味更好吃 就是提味的意思 OK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腌制啊 等一下我要用到蚝油跟那个鲜蛋糕 OK 其实我觉得啊 如果我们使用Maggie的蚝油啊 来腌制海鲜或是其他肉类的话 会更加的入味 因为其实这个蚝油啊 它是用新鲜的鲜好啊 去熬煮然后配置而成的 所以它的那个鲜味是非常的浓郁的 就精华都在里面 对啊无论你是拿来腌制啊 或是拿来炒菜炒肉啊 甚至是拿来点蘸酱料都OK 再来我们就要使用这个Maggie的浓缩鸡精 来这个要两茶匙 你知道这个浓缩鸡精其实也是很厉害 它用那些鸡汁把它熬煮成 这个很浓郁的很浓稠的鸡精 幸好有这个耶 不然的话我从上个星期就要开始熬了 你看这样子倒出来你就嗅到那一根 真的 高汤啊鸡汁的那个香味对不对 所以可想而知 如果你用它来腌制海鲜肉类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更加的够味啊 因为有时候啊 如果你煮那些瘦面或是海鲜面 你放的那个调味料不够的话 你会觉得为什么它的味道就是淡了一点点 只有面粉的味道 像这样子哦 你下足了这个调味料啊 哇那种鲜甜的味道 浓郁的香味香气全部都冒出来 还没吃其实口水已经流下来 果然是核架的主持人 真的 我现在还要调我的这个 等下炒面的这个调味料 好啊 OK 同样的我需要用我们的Maggie蚝油 这个呢我需要用三汤匙 刚刚我都讲了嘛 Maggie的蚝油哦 是用这个精选的鲜蚝熬制而成的 所以它里面就有很香的这个蚝的香味 还有鲜甜的滋味 所以如果你要提升那些料理啊 那些美食的那个滋味到另外一个好吃的境界呢 一定要下它 然后不管是拿来腌制啊 炒菜啊炒肉啊 甚至是拿来当做酱料来点赞哦 其实都OK 所以它是很百搭很好用的 再来我要用这个Maggie的浓缩鸡精 这个呢我要用两茶匙 然后这个浓缩鸡精呢很厉害 也是用鸡汁哦 就熬煮很久啊 变成这个浓缩的鸡精 所以它也是很鲜甜的 那无论你拿来煲汤啊焖肉焖菜啊炒东西啊 加几滴下去哦 就是你加了很多这鸡熬煮出来的那个糕糖放下去 那个味道真的 鲜甜的哦 幸好有伟大的发明 所以等一下哦 我们就只需要将这个酱料已经完成了 倒下去炒那个面 它就会变得很好吃 是不是很简单很方便很容易做 而且我觉得鲜混的好处就是说 你不会等下放那个面下去了之后 你的酱料啊不均匀 重要的时刻来了 现在呢就是要炒这个寿面 你有没有炒过寿面的 寿面没有耶 可是别的面有啊 好像豆芹啊黄面啊米粉啊果条啊 OK 所以都会啦 对 OK 所以不担心了 来 开始吧 什么 你是原本你要炒的哈 没有没有 你是嘉宾 一定要由你来包 而且亲手煮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的那些料理哦 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有感觉是特别不一样的 等一下他们会不会流眼泪 应该会 Auntie Uncle 记得流眼泪 搞得很黑啊 我告诉你 那我的这个寿面呢 你看哇 哇 现在已经是煮熟了的哈 哦哦哦哦哦哦哦 它竟然要煮熟 小心 那是我爸妈的 好 下豆芽 好 下豆芽 你知道外面的那个炒果条的 那个都是这样放的 这样子他也觉得很开心 而且 很多老人家哦 觉得炒面啊 炒果条 炒什么都好 豆芽一定要有 不然就少了一个口感 我觉得这是最难的部分 因为很常在搂那个面的时候是最难的 然后你又不能把它弄断 我真心觉得哦 这个葫芦寿喜海鲜面哦 耶 会是很好吃的 因为香味真的很重要 它是香气四溢 然后色德方面 其实也是调到刚刚好 所以同样的 如果你要学煮这道年餐 你要想得到它食谱的话 可以上去 www.maggy.com.my 哦 春天细细穿过着喜悦 快乐围绕在身边 祝识那些幸福脸 我见家长了心情很紧张 你就想咯 怕他们不喜欢我那时候怎么办 不喜欢就很好啊 www.maggy.com.my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们讲悄悄话你们没有听到吧 有啊有啊 有听 吓到他们了 犯了犯了哦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今天哦 Christina她亲自下厨 煮了这两道年菜 来 献给你们的 第一道我们先吃这个 哇 葫芦寿喜海鲜面 就是祝福什么呢 你自己讲 瘦比南山的嘛 我们导演讲这个有样 有如一座南山一样 来来来 阿姨 这个先给你的 表现的机会到了 来来 阿姨 吃个辣沙咯 很宽味哦 嗯 很好吃 我只能以 超级无敌好吃来形容 因为里面充满了 Christina的爱心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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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来讲一下口感如何 好好吃哦 阿姨 她的调味啊 或是那个面的 那个口感那些 有没有达到你要求 味道不错啦 很特别 特别啊 不咸 又不油 我跟你说 其实我们今天 没有用太多的盐的 你知道吗 我们都用Maggie的调味料 这样子煮一煮 就很好吃了 嗯 有没有什么 必须要再加强的 好让Christina学一学 应该OK啦 不需要啦 是啊 对 我很有信心耶 阿姨很认真耶 真的 每个家长 我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棒的 其实Christina 一直以来 是一个怎样的女孩 很乖啦 很乖啦 很照顾我们两个 所以你在新的一年 有些什么 希望Christina 每一年都是那一季了 希望她可以找到男朋友 啊 那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她一直找不到男朋友呢 工作太忙了啦 只是想赚钱而已 找钱而已 所以你平常有没有骂她 有没有讲她 找这么多钱来做什么 没有 重点是没有很多钱 其实没有才要找嘛 对啊 可是有时候你们会不会心疼啊 你会不会叫她不要这样辛苦这样子 不要做得太业 不要太辛苦 是啊 忙到比较少我会教 嗯 complain了 今天能够吃到她亲手煮的美食 还有好开心 没有煮得这么好吃 对 麦片虾今天是我们家里蛮常点耶 嗯 很入味耶 那麦片的香味全部都进入去里面 而且之前我们的虾有腌制过的 不觉得说除了虾本式的鲜甜味道 还有多了更多的一些不同的 比如说一些香料啊 蒜葱的那些味道在里面 因为我们有加Maggie的巧克力 真的真的好像在餐馆吃一样 哇 有啊 有餐馆的味道也真的 那你本身有没有些什么话 要跟你的爸爸妈妈讲一下 因为他们每年都有同样的一个期许 然后你有没有做到很失望 啊 趁机会讲一下啦 感情有点跟吃东西是一样的 要慢慢找才会找到很烂的嘛 第二个也是啦 至少像我爸妈妈这样子也是 每一年都跟我讲这样的东西 你是要先接下来讲自己吧 你们慢慢习惯了就好了 该来的就会来的 你看那个二年权一天 他空窗了两三年了 对啊 突然间那个男朋友 在香港也骂不出来 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 是以前跟现在很不一样的 以前的时候会叫你不要出这样多门 现在是我妈会自己叫我 出去啊 好啊好啊 有时候就是要出去一下的嘛 然后现在的话数已经变了 已经开始就要紧张了 是哈 阿姨啊 那个Krysina有没有常常在家煮些什么好料给你们吃的 有啊她很喜欢啊 是啊 是哦 有吃过除了今天这两道 还有吃过哪几道菜 你是觉得哇最难忘最好吃的 好像没有了 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家是这样的 我妈三餐都会煮好的 刚吃的早餐她就问午餐要吃什么 她就开始煮了 她一吃完早餐就去煮午餐 嗯 吃完午餐就煮晚餐了 可是为什么你们都这么苗条这么瘦 如果我加入你们的豪门 肯定我就变得肥猪仔了咯 还是不要了 我给她叫你过来吃 好 好 好咯 好咯 阿姨来 多吃一点虾 啊 我就人非常的随和了 哎呀 来拜年哦 红包大一点就可以了 真的真的 拜年而已 拜年而已啊 不要这样认识啊 好 那新的一年呢 在这边要祝福阿姨阿姨 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然后也祝福Christina 早日找到如意郎君 大家 早生贵子 对了 恭喜发财啊 其实跟Christina认识很久了 想当年 我觉得她是一个 好像落不尽风的小女子啊 可是因为她本身真的很机智 口齿也很凌厉 所以对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然后过后呢 就看到在娱乐圈的发展啊 其实也非常的好了 那当然 我觉得她也是很会煮的啦 那比如说我们去巴刹的时候啊 从选虾 选一些材料 她都是很认真的 当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她都不会是要很急躁的去 把所有的那些面 然后是虾啊 炒好啊 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哦 她对任何事情都是非常的认真的 做事情一丝不苟 很多细节都掌握得很好 所以最后煮出来的 无论是黄金虾 还是那个葫芦寿喜海鲜面 我都觉得超好吃的 那从她跟她的爸爸妈妈之间的交流呢 我们看得出来 她们的母女啊 或者是父女之间的感情是非常融洽的 我和Maggie都相信 每次我们烹煮食物的时候 都可以煮出和创造出很多不同生活的味道 当你煮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 那又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滋味 而这种滋味呢 就只有跟我们有缘的人才可以吃到 所以你说 这是不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跟福分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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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